2017年8月29号 陈先生以妻子的名义购买了一套新魔方美玉的妻房 房屋面积70多平 总房价46万多元 并与邯郸市龙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了一份商品房买卖协议 随后陈先生和妻子分两次共交了23万余元的房款 陈先生说 当时销售人员告诉他 这套loft住宅实用率高 供摊面积也不大 上周星期五左右吧 听我们这个业主群里边有的要签这个正式合同 正式合同上写的是公摊是34 34 33 当时买房说的不相符 当时买房承诺是多少 当时买房那个销售他们说的是20左右 不超12 记者看到陈先生与龙瑞地产签订的协议上 没有标注房屋公摊面积占比 陈先生说 自己购买的房子是71平 20%的公摊面积就是14.2平 如果是33%的公摊面积就是23.4平 自己的居住面积一下子就缩水了9平方 这样他不能接受 记者了解到 和陈先生遇到同样问题的还有很多购房者 33%的话那这样的话是不是也就是剩个30多平了 昨天有一业主去量房 就是我们那个我50平的房子 套那面也只剩了一个20多平 连两个车都停不下 一个半车 这怎么居住呢 是不是 我们现在要求退房 记者了解到星魔方美玉是邯郸市龙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 项目位于玉心大街与学院北路交叉口 目前正在建设当中 那么当初销售人员究竟有没有口头承诺过20%的公摊面积呢 今天上午 记者前往星魔方美玉售楼处 很多购房者正在现场等待一个说法 一名工作人员走出来说 我们有配合的这个义务 但是我们有专门的部门 你跟我们专门的部门联系 对吧 我们工作人员 都要说 然后呢 大家的业主呢 我可以给大家业主谈 大家什么客户 是因为什么 对吧 我们都冲了以后 就在底底的解决方式 关于星魔方美玉的公摊面积 龙瑞地产公司的工作人员没有做任何解释 不过记者在售楼处看到 桌子上有一张关于口头承诺无效的说明 经过记者协调 龙瑞地产的工作人员表示 针对公摊面积的问题和大家退房的要求 他们会在三天之内给出一个答复 首先我会尽快的跟我们相关的领导进行汇报 然后拿出来一个满意的回复 尽快的给广大列主进行一个回复 你听不到 pero 我你听不到 穿草搅尽画 你的仙erver 可是 你们我看不 SEE 这么大 也 button tail inside